这些年提起去火星住一住 几乎人人都能说上两句 从科幻小说到新闻头条 从科技大佬到街头插馆 火星殖民像个老熟人 总被我们拿出来讨论 能不能去 什么时候去 去了怎么活下去 可要是换个角度想 万一这位红色明星 并不是真正的最佳选手呢 也许他热度很高 但未必是最适合人类 长气扎根 向外扩张的起步站 简单说 火星表面就像一片 没有遮挡的辐射荒原 风沙大 干燥极了 关键是高能粒子直接砸过来 环境并不友好 火星大气薄得像窗沙 几乎挡不住 来自太阳和宇宙的辐射 人在上面长期活动 几个月下来 累计伎俩就可能让身体吃不消 所以从长机翼 大概率得往地下钻 修动学 盖岩体 像岩鼠那样 在地表下搭建生活和工作空间 借岩层来挡辐射 不过 太阳系里可不止火星这条路 别忘了土星那颗神秘的大月亮 土为六 也在悄悄申请出展 那里遍布庞大的甲丸 以丸湖海 这些碳氢化合物本身就是能量宝库 一旦配上氧化剂 比如夜氧 就是正儿八经的火箭燃料原料 更妙的是 土为六的大气够厚 密度大到理论上 人类只要装备足够面积的一桩 就能借着低重力和高气密 像漫画里的英雄那样 在空中悠哉滑翔 坏消息是 那儿冷得惊人 差不多零下180度 接近夜氮水平 好消息也有 浓厚大气能挡掉不少高能粒子 起码不用担心 在日复一日的辐射烘烤里满足 话说回来 那我们是不是该把火星梦 先按下暂停键 把筹码压到土为六 这个更稳当的候选上 这值得认真算一笔账 接下来我们就从头梳理 到底谁更靠谱 请跟到最后 一起把这道星际选址提给理清楚 先比路程这件事 结论其实挺直观 谁近谁远 一目了然 去火星 顺风顺水 也得飞个半年 多到九个月 而奔着土为六去 少说也得四年 多的时候七年上下 是个耐心与补给的长途活 可就算路远 土为六 这颗仅次于木卫三的巨无霸卫星 依然有潜力 成为地球之外最像样的长期落脚点 为人类搭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星家园 为啥会这么说 咱们得先把火星的底细翻出来看看 别只被红色滤镜给迷了眼 表面看 半年到九个月的航程并不离谱 可一旦意识到目的地是一个高辐射区 这趟旅行就像买了一张 去辐射地狱的单程票 风险立马翻倍 关键事实在这儿 火星早在数十亿年前 就基本丢掉了全球性的磁场 也让后世大气慢慢露光 成了现在的光景 没了磁场和后大气的湖体 太空里的高能粒子 就像雨点一样直打过来 对长期居住的人体组织 电子设备 都是慢性折磨 就拿近地轨道的国际空间站举例 那里还能借到一点地球磁场的余音 可宇航员的辐射伎量 依旧是地面人的百来倍 够吓人了 放到火星表面 平均暴露水平还要在网上走 至少是地面环境的数倍 对长期定居更是个绕不过去的大难题 于是最直接的应对策略就是下潜 把居住舱 实验室全搬到地表之下 用几米到几十米的沿途 来当天然防护层 打开天窗说亮话 花大价钱 冒大风险 结果却是在别的星球当现代学居人 这买卖听着就挺别扭 真要住下去 火星居民能晒到太阳的频率 恐怕和十九世纪的矿工差不多 偶尔露个头 大多数时间都得在地下猫着 那火星的大气到底啥水平 更准确地说 它还剩下多少能拿得出手的防护和资源 结果很直白 火星这层防护外衣比地球薄了差不多一百倍 基本起不到像样的屏障作用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三万米的高空张嘴喘气 空气吸得几乎抓不住 别说舒坦生活连呼吸都是难题 做个对比 珠峰顶的空气都能让人感觉还能咬得着 可在火星那点大气密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糟的是别说不能直接呼吸了 火星环境还有额外的陷阱等着人类和设备 火星图里普遍存在的高氯酸盐是个麻烦活 对人体有毒还很活泼 预热或混合特定物质可能会发生剧烈反应 安全管理难度陡增 想在那样的图里种菜 等于在化学微肥库里百个小菜园 先处理毒性再谈农业步骤一大串 那么问题来了 土位6会不会是更聪明的火星替代 同样能落脚但更省心 具体到这颗大卫星本身 它的环境账本到底怎么写 我们一个个看 它真有传说中那么什么 是不是传说里的宇宙淘金地 去了就能一路开挂 别急下结论 要讲清楚得先把那个最字眼 但大家都装作没看见的问题拎出来 温度 土位6不是一般的冷 是冻到骨头缝里的冷 常年生冻 毫不夸张 数字摊开看 地表平均大约零下179 比地球记录到的自然低温还要更很易解 设备和材料都得专门适配 冷到什么程度 水在那儿硬度能比肩石头 冰就等于岩石拿刀砍都没用的那种 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你在土位6地表看到的岩石 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超低温下的水冰 既像石又是冰 可问题紧跟着来了 既然这么冷 表面怎么还能有一片片湖和海 这听起来不太对劲 秘密在于它们并不是水做的 而是液态甲烷 以烷堆成的碳青海 在那种温度和压力下 刚好能稳稳当当的流动 换句话说 这些湖海本质是能源储备 在地球上一旦配上液氧 就能烧进发动机里变成推力 其中头号巨湖叫克拉肯湖 摊开来有4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地图上画一圈 简直是一个小国家的面积 体量上甚至压过地球上的离海 这说明那里储能规模 真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只要把氧化机运输或就地制备出来 土威6几乎就等于一个宇宙加油站 未来往飞船补充深空燃料 如果开发得当 那些液态甲烷 以烷除量足以支撑 人类在当地的能源使用很长很长时间 几代人都不用愁 不过最能改写剧本的并非湖海 而是土威六内层与众不同的大气 具体说 地表气压大约是地球的1.5倍 密度厚实 这天然棉被能挡住相当一部分高能粒子 减轻辐射负担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整颗卫星 都穿了一件大号太空服 给地表的一切套上了保护层 这一点才真正让人兴奋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 能不能在地表上更自在地展开活动 别加它只有地球约14%的重力 厚大气加低重力这对组合 简直是人类滑翔梦的物理加成包 这可不是开玩笑 是真有物理学撑腰的设想 如果你给自己装备足够面积的一面 理论上真能靠自身驱动 加上大气浮力缓缓滑翔 飞行体验与地球完全不同 就算把人类飞天梦先放一边 土威六在工程和生存层面 依旧有不少实打实的优势 火星因为大气薄辐射强 设备都得加固加平壁 结果是更重更贵更难修 连运费都跟着水涨船高 太阳能板在晨暴和辐射下衰减更快 电子元件故障频繁 居住舱还得埋进厚厚的岩层底下 建设和维护都费劲 反观土威六因为大气够厚 入轨减速 散降缓冲都有用武之底 着陆窗口宽不少 装备的抗辐射要求也能相应降低 在火星 一次万亿级项目稍有不慎就砸坑 而在土威六 理论上大气足以让大型降落伞和气囊发挥作用 虽然那几分钟依旧揪心 但成功概率更可控 说到基建 土威六的潜力也让人眼前一亮 想象空间相当大 在低重力环境里 结构受力更友好 可以尝试地球上 想都不敢想的大跨度和超高结构 设计边界被大幅拉宽 比如千米级的高塔 跨区级的长桥 甚至仿照科幻里云中城的浮空平台 在工程学上都更有可行性 论能源配置 土威六同样不弱 有多种路线可以组合全上阵 后大气意围着风能密度可观 配合稳定风场 风底发电能形成可靠底座电源 再加上甲烷液体的流动与落差 完全可以设计甲烷板水电站 把流体势能转成电力或机械动力 如果部署小型核反应堆 厚大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源辐射背景 整体辐射管理会比火星更省心一些 当然 反应堆该屏蔽的一样不能少 但就外部环境而言 工作人员面临的综合辐射风险 普遍会比火星布置更低 说到这儿 土威六看起来像个完美模板 可别忘了 为之风险同样一箩筐别被优点冲昏头 现实是奔赴土威六绝非说走就走的旅游团 而是跨年头跨技术带的艰难远征 极寒环境下 居住舱必须像保温瓶一样严丝合缝 供热系统的稳定 冲鱼 多一道失效都可能要命 那里的空气成分以氮气 甲烷为主 几乎没有氧 人类栖息地必须全封闭 自己自足氧气循环 不能有半点含糊 低重力利好工程 却可能对人体带来未知的长期影响 这些副作用 我们现在还缺乏几代人的数据来评估 我们知道在失重环境里 宇航员会流失骨盖 肌肉萎缩 需要严格运动干预 这已经有大量案例 可在土威六这种有重力但偏低的环境里 几代人生长 繁衍会发生何种生理变化 这完全是另一道胃肢体 更细一点说 骨骼成型 肌肉力量 心血管适应性 乃至儿童的身高与神经发育 会不会被永久改变 目前答案空白 再把话题拽回距离 这事儿真的不能轻描淡写 远就意味着成本 等待核风险 悬显拉长 土威六和地球之间 动辄十多亿公里 靠近与远离 还随行星位置变化 补给与通信 都要重新规划 四到七年的航程 不仅人要熬 物资也得扛 途中维护 能源补给 设备饱活 都极其困难 成本自然翻番 另外强调一句 土威六绝不是世外桃源 它只是另一个可被利用 但问题成堆的地方 从舱内到舱外 系统要扛得住内外压叉 耐受表面化学环境 还得顶住甲烷雨 低温风暴等极端天气的折腾 能源系统 食物工厂 道路与通信 同样要极限适配 标准远高于地球上的工业园区 综合起来 这些挑战叠加的难度 已经超出 我们在地球上做过的任何工程 更别提在外星环境里 从零开始了 可如果人类能硬啃下来 这背后的回报也可能相当诱人 这就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 据推测 在那层厚达上千米的冰桥之下 埋着一片庞大的液态海洋 水量或许超过地球所有海洋的总和 规模惊人 即使外面极寒 地下海仍能保持液态 可能是内部潮汐加热与盐分降低冰点 共同作用的结果 来自卡西尼号的重力厂数据 雷达回波 与自转微小摆动分析 都在给同一个信号 下面有流体 海洋在动 真正的关键编程了 我们有没有技术路径 能安全 经济地摸到那片地下海 问题在于深度 可能要穿透上百公里的冰层 这个尺度 已经远超任何县程钻探设备的能力 于是你会发现 传统矿业那套钻机 冲击 循环冷却的思路 很快就不太行得通了 一种思路是热钻 靠加热溶川冰层 边溶边下潜 同时回收并管理周围低温液体 另一种是投放溶冰机器人或深冷机器人 像潜艇一样 一路融化前行 抵达海洋后 展开原位探测 谁也说不准 真到了谁里 或许还能撞见原住民 哪怕只是单细胞的小家伙 那也是里程碑 总之 微生物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化学能量加液态水加时间 这三件套具备了 推演下去 在黑暗与严寒中 靠化学反应与潮汐热维持代谢的 硬核微生物群 完全可能在地下海默默翻眼 所以 到底我们会不会成为 土味六上的第一位居民还未可知 而他是否能在竞争中超过火星 拿下人类第二家园的头衔 也仍是一个开放命题 值得我们持续追问与验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